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名贊助的晚間粵語新聞 麥堅迪記幕僚長實現違背公信 刪除有關取消建造發電站的文件 為了第一時間和麥堅迪劃清界線 男嶺渡陽手索馬航失蹤客機由新進展 相信明天就可以確認 是否會找到失蹤殘骸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3月28號 星期五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安省省警發布爆炸性的消息 指前省長麥堅迪的幕僚長 可能涉嫌違背公信 他指使他人刪除有關自由黨 取消建造發電廠事宜的電郵 省長惠恩立即表態 和麥堅迪劃清界線 警方在最新的法庭文件中說 他們相信麥堅迪的前幕僚長利文斯頓 找到一名外界技術專家 登入省長辦公室的24部電腦 文件指麥堅迪 因為取消電廠風波辭職之後 尼文斯頓尋求高級別權限 登入電腦清洗硬盤 尼文斯頓被懷疑 在偉恩上台前的過渡期間 安排他的行政助理 尼文迪取得特別通行權 登入省長辦公室的電腦 警方相信 並非政府公務員的費斯特 利用尼文迪的行政特權 登入24部電腦 費斯特是前夫幕僚長惠勒的男友 他從未正式被政府聘用 亦沒有經過保安篩選程序 警方說 省長辦公室兩名職員指出 維恩宣誓就職前幾天 費斯特登入他們的電腦 說是幫他們為下街政府做準備 職員說 費斯特離開之後 他們無法登入電腦 於是叫電腦部的同事幫忙 結果他們被告知 系統檔案顯然被刪除 警方的指控未經法庭辨證 維恩昨日則說 如果新指控屬實 就好令人困擾 他表示 這個不是政府應該運作的方式 亦都不是省長辦公室一貫的做事方法 維恩澄清 涉案人員和自己毫無瓜葛 大使市長福特 今日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電台的訪問 面對主持人 針對吸毒醜聞所發出的尖銳問題 福特指 人無完美 但是自己絕對不是罪犯 福特在訪談中 重點強調自己從生以來 為多使納稅人所作出的貢獻 福特說 多使正迅速發展 尤其是旅遊業發展的形勢更加迅速 而自己絕對是納稅人 可以信任的市長人選 主持人又質問福特 如何再度贏得市民的信任 福特就說 自己14年的工作成績 足以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市長人選 而當主持人指出 福特曾經向公眾說謊 試圖隱瞞吸毒醜聞 福特就回應說 人無完美 自己從來沒有被起訴 不是罪犯 另外福特更表示 相信跟自己的私生活相比 來自的選民 將更加看重自己的工作成績 奔頓市法院今天發生槍案 一人闖入法庭 開槍打傷一名皮爾區警員 疑犯隨後被警方射殺 根據安省特別調查小組的聲明 在今天上午51點鐘左右 有人闖入位於 Helontario Street的奔頓市法庭 開槍將一名警員打傷 警方在試圖制服該人的過程中 將他擊斃 奔頓市法院一層 因為案件封鎖 特警小組在下午1點抵達案發現場 目擊者指 案發時聽到有警員 在法院二樓呼喊 要求大家躲進去室內並鎖好門 自至今日下午 慈状人的聲別和年齡都未公佈 但是警方相信 案件對公眾安全沒有構成威脅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舉行的日子 一個由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倡導的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在明晚8點半至9點半 將燈、調教或關掉它 以此提醒大家要節約環保 減低排放量和愛護地球 同時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 還希望大家能夠在社交網站上 使用Moment of Darkness標籤 宣傳今次的活動 不少各界名人都紛紛加入宣傳地球一小時的行列 市中心不少地點也會舉辦相應的表演活動 不過消防部門就提醒民眾 在響應活動的同時 要小心使用蠟燭 以免人發火警 鶴梅公司今日公佈了 截至3月1日的2014財年第四季度 以及全年的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顯示 鶴梅第四財季的營收為9.7億美元 同開年同期相比跌了64 正虧損4.23億美元 正利潤9,400萬美元 鶴梅公司第四財季的營利收入有9.76億美元 相比起上一個季度的12億美元跌了18% 但是同去年的27億美元相比跌了64% 其中硬件佔總收入的37% 服務佔56% 而軟件和其他營利收入就佔7% 鶴梅第四財季賣出大約130萬部鶴梅智能手機 不及上一季度的190萬部 連向中斷客戶的鶴梅智能手機出貨量為340萬部 其中有230萬部是鶴梅7設備 截至今年的3月1日 鶴梅的現金、現金等價物 短期和長期投資總值為27億美元 而對上一個季度的投資總額就有32億美元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以及旅遊保險和簽證服務 添補旅遊讓你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突如其來的災難打破了平靜的生活 一旦迷暗疑點重重 就在征迫工作即將陷入停滯的時候 一條訊息令到辦安景觀精神為之一震 好,給人精神 要不要紙巾 要不要探紙什麼事 怎麼感覺 無邊夜色掩蓋了怎樣的罪惡 究竟誰是珍婚 為何順天夜幕下的妍門 我剛過了奧斯利 我剛過了奧斯利 我看了 有沒有知道有影出是特別熱門的 因為是新聞寫的時候 她寫的是光頭歌手 對…她並沒有指名到性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戲的成本很低 大家之前都不夠享受 走得來 沒有看希望多些人注視 我拍劇的時候經常都對比她 所以知道 教育部負責人說 之所以區分兩種模式高考 主要是為了解決現在高校學生找不到工作 而技術技能型企業 又找不到人才的就業結構矛盾 有一種大學生我們希望培養他 專門從事一些基礎理論研究 珠三角地區的灰買狀況 在2004年到2007年達到高峰期 不過分析最近10年的數據 灰買的天數已經在逐漸減少 各位觀眾晚安繼續是新聞時間 國際方面的消息 馬航客機失蹤已經三個星期 歐洲根據新的雷達數據 調整搜索範圍之後 多架飛機在新搜索區發現疑似漂浮物 調整失蹤客機的搜索範圍之後 隨即有發現 澳洲海市安全局表示 參加搜索的五架飛機 包括新西蘭空軍 一架P3列輩助巡邏機 在新搜索區見到疑似屬於 失蹤客機不同顏色的漂浮物 但由於只是目測發現 當局要分析拍到的相片 以及派船前往作進一步的確認 預計最快明天會有消息 而最早抵達新搜索區的船艦 中國海巡01接獲澳洲當局通報之後 已經全速趕往有關海域 中國極地考察船雪龍號 也改為向北航行 繼續協助搜索 新搜索區在舊搜索區範圍 東北面約1100公里 在澳洲柏斯爾西約1850公里 除了更加接近陸地 範圍也較之前縮小了八成 面積約31萬9千平方公里 相信天氣和海面情況會更有利搜索 澳洲當局是在分析波音公司提供的 旅達數據之後 發現客機失蹤當日 飛行速度比原本估計的快 換句話說 燃油也消耗得更快 進入南印度洋的距離縮短了 所以決定調整搜索範圍 但是強調和衛星圖片早前的發現仍然吻合 對於馬來西亞早前指 受到中方最初提供的衛星數據誤導 花時間在南海搜索 中國外交報紙資料有根有據 洪麗又說 中方已經根據澳洲通報 調整搜救工作的部署 美國衛星部門發表報告指 患指衛星的兒童個案急升三成 由專家指出 如果家長及早發現症狀 對小朋友的成長絕有幫助 2010年 美國每68個兒童中 就有一個患有自閉症 比08年 每88個兒童中有一個 大幅上升三成 而男童患自閉症的數字 在女童的4倍以上 美國疾控中心相信 可能是家長意識加強 令確診數字上升 由自閉症兒童的家長表示 家長最重要是積極面對 自閉症是一種 因為神經系統失調 導致的發育障礙 影響語言和社交活動 醫學界至今仍未找出確切原因 只是知道及早面對 對患者的成長愈有好處 目前大部分兒童在4歲之後 才確診有自閉症 但是專家說 其實兩歲已經可以見到 有自閉症兒童的家長 就希望報告可以令家長 及早留意子女 在言語及社交方面的發展 又呼籲政府 為這些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日行研究顯示 五分之一的英國成年人 不接受參加同性婚姻的婚禮邀請 由英國廣播公司所做的調查中顯示 男性比女性更加抗拒同性婚姻 調查訪問了1,007人 6成8的受訪者認為 應該允許同性婚姻 2成6的人反對 受訪者中 有2成2的人說 他們會拒絕參與同性婚姻的邀請 這項調查中發現 年輕人更傾向於接受同性婚姻 有8成18至34歲的受訪者 支持同性婚姻 這個比例 在65歲或以上的人群中 只有44% 英國是世界上第15個 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英格蘭和威爾斯 允許同性婚姻的法律 將會在明天3月29日正式生效 英國在04年 實現同性民事夥伴關係合法化 這種關係 和同性婚姻所享受的權利有所不同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 同性婚姻將享有和異性婚姻完全相同的權利 最近有消息指 法國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館出現了一批不足之客 到底是甚麼不足之客 我們一起看看 一批法國農民今天帶著十幾石綿羊 由羅浮宮的玻璃今次塔入口轉入館內 館方職員及遊客都很驚訝 有人影響留念 農民在北門法國政府計劃改革農業政策 將農業機械化 擔心會令他們失業 他們批評農業部沒有呼吸農民的利益 所以帶羊群開到羅浮宮示威抗議 謝謝大家